感觉听了一场周深的不插电演唱会 你无时记得我 兔年 好运来 祝你好运来 好运带来聊喜和爱 以及周深的模仿彩蛋 妖精放开我爷爷 妖精放开我爷爷 央视到底有多宠爱周深 这个春节如果你关注了周深在央视的行程 就会知道央视是有多喜欢周深了 1月20号也就是年29凌晨 由周深演唱央视晚间新闻 央视发起的2023春节公益歌曲 新归处是无相上线了 而此歌曲更是在上线的前一天 晚间新闻中 宣发并播放了整首歌曲 1月21号除夕晚 周深参加央视春晚演唱花开忘忧 获得微博网友恩刷春晚舞台Top1 花开忘忧视频热度值2.1亿 周深断层是第一 2022号大年初一 周深参加央视的百花迎春中国文学艺术界2023春节大联欢 语言微文合唱了《我的祖国》 2022号大年初一 我改变了梦无恙 同日也就是春晚之后 参加了春晚特别节目采访 之后又是参加了央视面对面个人专访 央视称其为实力歌手 顶流歌手时代之声 1月28号央视六套中国电影报道 对周深进行采访 聊了歌曲人事便一起做了游戏 流浪地球爱创作歌曲是什么感受 其实压力非常大的 所以在录音棚就录到我很崩溃 对于我来说更难的一点 就这首歌它实在是太难唱了 所以到后面就是不停地要用所有的张力 去表现它的画面 它也一定要做到各种的硬核 它就是个硬核的科幻电影 所以你一定要用你最大的力度 去集中去体现它那个力量 所以在录音棚就录到我很崩溃 尤其是后面有一段非常干 我都觉得不是周深在唱歌 在台访中很多人发现了一个重点 那就是主持人罗曼在说到流浪地球2的主题曲 人事时 用的都是参与创作而不是演唱 我们都知道央视各种晚会 比如中秋晚会 国庆晚会 春晚等等 都会邀请周深演唱 对其演唱水平的认可 已经是无需质疑的 而这次的采访用了创作 而周深也介绍了自己对歌曲的思考 以及为什么是现在的演唱方式 这就是创作 对演唱的创作 再比如周深之前参与创作的《威凤迎》 周深修改了20次之多 最后被曲作者发文控诉 歌曲的创作不仅仅是词曲等 也有歌手对歌曲演唱和声音的创作 因为歌手的演唱才是一首歌 呈现给大家的最终面貌 比如这首《人世》 从婉转柔和的小样 变成了富有力量感的呐喊 这就是创作 在这个万物皆可修改的时代 赵本宣科和竹字复读 是导致经典不出的根本原因 而如周深这样 不断思考如何增加歌曲丰富度 以及如何更好地表达情感或故事的歌手 实在是稀缺 你说呢 单看除夕前后的三天 央视就邀请周深合作了两个正式舞台 两个正式采访 以及一首歌曲 再加上电影频道的采访 央视对周深堪称是溺爱了 这待遇恐怕是也空前的吧 希望2023年的他继续发光发亮 现场清唱《流浪地球2》主题曲 在录音棚这不能这么唱 我在录音棚好像唱这个 让时空消忘忘 你无需记得我 来摧毁我深爱的一切 却也躲不走我的寻找 就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在录音棚我觉得 太感恩了 因为这首歌它实在是太难唱了 太难唱了 它是《流浪地球2》主题 它一定要做到各种的硬性 硬直的硬性和科幻电影 所以你一定要用 最大的硬性 集中去吸陷它的平衡 它不难可以在各大平台 多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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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歌 好 快说 快说 向着浪漫 带着浪漫前行 带着浪漫飞行 带着浪漫旅行 带着浪漫 出发 冲出地球的 带着浪漫 没有 对 女子命对 哎呀 救命啊 请带着浪漫远航 带着浪漫 出发 至于我们超超老师 这么一年 在我耳朵里已经说了十遍 要不要戴着这个帽子 为什么要戴着帽子呢 很可爱啊 叮叮 特写 啥样啊 我看不见 看样啥样 长耳朵 你再给我戴戴 这是什么东西啊 把头压得很扁 我头没有那么的 长耳朵 她的耳朵也太长了吧 小红吗 是不是那种 不行 这种就是太优雅的东西很不适合我 我记得我第一次 应该是穿丁曼老师给我设计的高定 好像就是 那个咱们演唱会的那个小王子那衣服 第一次穿高定 我就穿着它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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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 然后店门就跟我说 你知道吗 高定就是 要高雅的 动 后来也没有任何作用 所以这种不太适合我了 这样会显得我的头型很不好 也没什么头型啊 新年快乐 拜拜 哈 我愿意打到你咯 大家好 我是时光音乐人周深 2023年的第一弹礼花送给你 祝大家新的一年万事如意 好运 to you 周五晚七点半 我在时光音乐会与你一起热热当当 过大年啦 好玩的 我觉得这边 谢谢